這是我們Five系列最新的概念機 就是一個全新的一個概念機 然後它的名稱後名就是UTOMIA 中文就是烏托邦的名字 那這個概念機呢它在設計上面呢 它其實是HICROCAM的CPU 就是這種高核心數的CPU去做設計的 那因為高核心數的CPU的一些特點呢 就是因為它核心數高 所以它比較熱 所以它的VRF區呢 它也需要更多的Power的部分去支撐它 那所以這樣的散熱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就針對這個特點呢 我們在這一張板子上就做一些比較特殊的設計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在這個VRF區呢 背面VRF是做了一個水冷的VRF 可以看到我們的背面 它有一整組的這個水冷 其實就是針對VRF區的水冷設計 對不起 然後再來呢 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直接把VGA卡 直接放在後面 因為VGA卡本身呢也會有熱 然後VRF區這個水冷設計呢也會有熱 所以呢 它背面這個散熱呢就是會把你的散熱做得非常的完整 然後再來呢就是 再來呢就是呢 我們在這個我們的這個風扇的部分呢 這個三顆風扇它是有非常的特殊的 它叫做我們新的有專利的叫Hydra Cortex的風扇 Hydra Cortex這個風扇呢 它的它是一顆板扇 只要一個平台針 一個PinkHeader 它就可以同時控制四個風扇 而且可以分開控制 它可以同時控制四個風扇 它可以同時控制四個風扇 而且可以分開控制 它可以同時控制四個風扇的轉速 每個都可以分開控制 也可以控制風扇的這個分離 就是說是三個風扇只佔 只佔五百佔一個那個 對它只佔一百佔一個子 它就多了很多的空間 那在這個老雷Panel下面呢 它就可以多放四個M-4在老雷Panel的下方 那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呢 因為呢這個高五級數的CPU呢 它有很多的P3E LED 所以呢我們就讓它在平台洋這邊 讓User呢就使用它可以做這個模組化的充換 比如說呢有些User他想要更多的USB mode 或是他想要更多的LAN 或者是未來他有可能想要用雷電孔 雷電的這種Type-C插槽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因為它這個這種模組化呢 它是透過Mini P3E的介面 那這種Mini P3E介面的話就可以 那User就是很彈性的 比較flexible去插把他想要使用的 在FakeIo的部分 所以後面這個Io的那些模組 配件是會單獨拿出來賣嗎還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是目前的一個概念期 那目前概念期的話 未來我們在想說 它有可能會單獨拿出來賣 也有可能會是直接是在擺 就配好了 然後用就差不多 用就拔下來 對之類的 有可能也會是這樣的 OK 然後最後呢就是呢 User在裝完機之後呢 它有可能 它現在目前機器的狀況 所以呢我們就有一個7吋的OLED螢幕 那這個螢幕呢它本身呢 我們未來我們希望 它可能是Wi-Fi 或者是可以連接的 或是Wi-Fi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你的桌子上 這樣然後就可以直接用patch panel 調整BiOS的設定 或是控制風扇 或者是呢 你未來有可能會 最近開關機設定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你的未來概念機的一個 一個概念 OK 好 謝謝 謝謝 主意